自然疗法心得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第八级自体免疫疾病 自体免疫疾病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它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的细胞 叫自己打自己 这个氛围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的说明 我们只提出两个我们曾经治疗过的个案 给大家分享一下 事实上所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方法都差不多 不管你诊断是什么 大概就是肋固醇 免疫之际 MTX 奎宁等等 大概只要你诊断是自体免疫疾病 大概就少不了这几样这个常规用药 那么我们用这个不管是哪一种疾病 自体免疫也好 我们用的方法还是一样排酸排自由基 像这一个个案 它是有糖尿病加上自体免疫疾病 他们叫自体免疫异味性皮肤炎 它是非常非常严重全身性的 全身性的 那么我们他来的那一天是礼拜六 5月6号去年 那么我们就给他在这个保健管系清 那系完清以后呢5月7号礼拜天他又再来 他的这个自由基你看 5月7号他有两个 第一天第二天 他的自由基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 大家看一二三四第四项 他的这个自由基中间好像排不出来 有时候排不出来 这个酸碱值也就是没有很酸 可是呢 他第二天 其实5月6号 5月7号当天早上 我问他 昨晚怎么样 他说昨晚很好睡 昨晚很好睡 因为他根本就是每天都养 养到 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养到天亮 天亮才迷迷糊糊睡一下 这样 他这个非常的严重 他说基本上昨晚是没有再养 大概剩下百分之十不到 睡着以后就不养 我听了就很高兴 后来呢 他是一只吸一只吸 然后他也本身就是糖尿病嘛 我叫他不要吃药 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然后大家看最后一次 5月12号 他一年来两个礼拜 他自立神经整个就起来了 大家看自立神 他的这个 最后一个5月12号那一天的 自由基 你看他就很顺利的排 有没有 不会有阻塞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 他后来整个也是好了 不过最近还没有再拍照 另外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自体免疫疾病 重症基无力 还有长胸腺瘤 我第一次看到他呢 我就看到他的尿是这样 吸完禽反而 变尿变减了 变8了 本来是5的 变8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这种情况就是说 他的这个细胞排酸排不出来 自由基也排不出来 可是我们讲 预出来 就满了 跑一些出来 他一吸清就把细胞外面的清干净了 变成好像血液里面已经没有酸 没有自由基 事实上自由基跟酸 还是累积在细胞里面的 大家就看这个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把他的酸跟自由基 尿 简体放几天再拍照 右边这个是放过几天以后 你看他的自由基 就是很浓很浓 那么他长胸腺瘤 胸腺瘤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 一个胸腺 最源头的地方 他这个胸腺长瘤 瘤是这样 用内视镜看到是这样 开出来是这样 这个叫胸腺瘤 大概差不多四五部分的胸腺瘤 他是重症系维力 因为他的那个 叫做抗体浓度 正常几乎是零的 他是九百多 所以抗体 这就是把他这个 以锡胆碱接受体给他盖住了 所以他要吃一种叫大力丸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全身这个浓度 后来他大力丸吃到 已经吃到最大量 同时隔四个小时吃一次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吃完大概两个小时 就瘫痪 全身就瘫痪 哪里也去不了 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一个 大概七八个小时的 清气挑战测试 大家看他我们最上面 那个那个清气 他就是一只吸一只吸 吸到最后 你看最后一管清 有没有 他就已经没有什么自由基了 就排干净了 那么在下面一个 4月26号时间 5月8号再测试 也就是自由基越来越少 然后呢 这个患者 他后来就几乎都完全好了 就没有再吃药了 那我最后一次 他后来也没有来复诊 那么我大概在 今年就是九月的时候 他住屏东 他屏东有一个亲戚来 他就写这个人的名字 我说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他完全好了 我说好是什么意思 他有吃药吗 他没有吃药了 每天跑跑走 连重症纪无力的药都没吃了 我就很高兴 我觉得这两个 想自体免疫疾病 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事实上 它的治疗方法 就是跟治疗其他疾病一样 就是排酸排自由基 所以会不会开完刀 他不是开完刀 对开完刀已经拿掉了 还是一样 已经好像 不知道多久我忘记问他 不管你是甲状腺也好 硬疲症也好 好像这个毒性甲状腺抗净 也是一样 可是这个人他就没有再来 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你看他就是 自由基还是很多 没有排干净 所以我今天 自体免疫疾病太多 我们就是拿两个 比较有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继续看 下面一个叫脑民跟脑物